你眼睛往上飘 我会刚好看到这个毛燕 这个头颗毛燕 我的眼里只有我的刘海 我们会看到约传的其实也有一个洞穴 贵州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喀斯特地貌 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溶洞王国 在贵阳有这么一群探动者 为了探动 他们学会了专业测绘 攀岩 潜水 滑皮滑铁 今天他们在周深 一起探寻贵阳的一个原生态活动 哦 它凉快啊 这样子 我就进空调了吗 14度 现在包括大路边 现在我们要踏一层山 我们这种台阶是那个看出来的 遇到一层山上的洞穴都可以做的 哦 好便宜 和人们想象的恐怖阴森不同 洞里面不冷不热 还有种特别地安慰人心的寂静 好 这 这一摩擦 嗯 好 这下你会看到你红了 洞穴曾是人类最早的栖身之地 走在里面像走过人类的另一个生存空间 洞穴 这是洞穴啊 这刚刚给你砍掉了 这刚刚给你砍掉了 又是洞穴 嗯 适合了 适合 变成了这个 他 他 你都有点想冬孔小草 他有整群和他身体都长得出来 哇 好漂亮 那根就像是那样的 小龚一瓶回来的时候 对 像那儿端啊 对 像水转样 有点毛骨松了 感觉吗 现在又不是好砍掉 那种种状态 你小心你的东西 没事 我想知道 根本就不用趴 小石头 追 你到背上 好 继续 我们现在到达了 说几发 四公 然后 大抖梯 幻象很好 然后下面 是一个 比较浅的一个底下水毯 我们俩准备穿越过去 好的 从这边踩过去 嗯 回来趁我中间踩过去 好 真的好锁藏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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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一些刀木笔记都应该在这边配 我就没有一步回来 很多董都跟死火拉门 不要拆哪边 直接拆隧道 你看这个水 现在被踩浑的这个 就像一个杀成豹的 一个慢动作业 好看 就很慢很慢 好 想你是你在间谍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梦天 你又相信我们今生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 不会再改变 你也用这一生 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遥 在存在了几千万年的 大山心脏深处唱歌 这样的体验将会一生难忘 这多大一个石桌呀 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石桌 他们挖上香的 应该要练成了 可能还要给你们 两百年换 不是 未必连生长 两百年 三百年 我今生就看不到 他们想雨 喝了几辈子都看不到 动讯里面时间会变得非常快 动讯里面时间会变得非常快 而且也并没有觉得在里面 有度过了三个小时 或四个小时 然后的确在里面发现了很多 很难想象是大自然经过 成千上万年 或者几十万年 或者几百万年形成的 然后会被震惊到吧 他们说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他们说他们是来探险的 不是来冒险 他们还是一直保持着一种 就是他要保护这个景观的心态 去探险 所以我们会看见一路上的垃圾 他们都会带走 跟他们的交谈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热爱 而且他们想去 保抱这样一个生态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觉得 一方水涂养一方人 还是有这个说法 还是很有道理的 贵阳真的是个宝藏城市 因为大家对贵阳的了解太少了 甚至有人 只是模糊地对贵阳有一个印象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身边 来过贵阳的人 大家都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大家看到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来贵阳有趣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有趣的 越了解 会反而对你来说的吸引力会越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